登記 現在請 柯建民委員來發言 時間不計 時間都有啊 還好啦 一樣一樣 八分鐘 必要是延長兩個時間三十分 接著登記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請林秘書長 請林秘書長 各位委員早安 您早 我想今天談到立法計畫 在示範委員會 自從你當秘書長以後 執迷而問 對一些立法你就採取溝通方式 所以才有可能法官來通過 那有些法案 可能通過報告商會期的 司法案組織法 但是這東西還是有些遺憾 當然 法案 我很認同 秘書長 包括與將各廳長常常都用 溝通方式來處理 那現在 剛才我聽你的報告說 最後一句話 你希望 司法案能夠做到值得信賴的司法 這是最後一句話 本期在這裡要談一個事情 等一下我們再談立法計畫 談有關於房市民案的問題 當然這個案子已經過去了 已經判決成 判決了 我雖然是當事者 在過去房市民案的時候 因為我當事者 所以我全部不執行他 沒關係 自從我告他以後就不執行他 但這個案子結束以後 我針對值得信賴的司法 這個事情 特別有很大的感觸 齊民的論 九六政爭 這個單一案件 和319學運 可以說影響採完非常深遠的兩個案子 兩個案子 我都是 就是當事者 好 那318有關於福茂的問題 因為福茂是民進黨展開對立 抗爭 所以 把整個福茂整個審議過程 整個綁死了 照人 張慶忠 手以輕輕之下 處委員會鬧出事情來 那影響 我個人認為影響台灣政治 甚至單一事件 最深遠 而且時間拉了最久了 從那20幾年來 我看就是9月6號真正 好 馬王之真 9月6號真正 9月6號真正 9月6號真正到現在 露幕了嗎 還沒有露幕 司法判決結束了嗎 是結束了 但後續還有司法 因為我通常是告 馬總統通常告江院長 他們是 他們是共同震壞 交手先密 而且共同震壞 所以馬總統下任先任以後 要把他面對這個官司 所以他不管怎麼樣 他會跟助理人之間 會有矛盾就產生在這裡 政府人 把王院長的黨籍簽認 同時司法不續行 這對馬總統將來先後 馬上要面對我的官司 是極大不利 所以他會一直講大勢大非 他不會變性變外的 還主張他都沒錯 可是他當然 訴訟的時候 他沒有可以依附的地方 這很清楚 但是 官司已經定了 他還 馬總統還是 還是如此 針對這個官司 我個人看法 事實上 我們來比較一下 過期 調查局局長 A3號洩密 判了兩年多 也關了將近兩年 是中華民國唯一 洩密的被抓去關了 調查局前局長 黃世民是不是洩密 是吧 對不對 一審的時候洩密 又派我想通報法 二審的時候增加我想個資 就是三個罪 三個罪以後 變成五個月六個月 五個月六個月 全部一顆罰金 你比較兩個案子就好 比較黃世民的案子 和一審判案子 一個是只有洩密 一個換成三條罪 尤其二審的時候 最佳起訴的 維吶個資 但是呢 一審二審判決結果 只增加一個月 一審二審判決 這個違反法律 違反都一樣 違反個資 那二審判決的時候 違反法律的次數 也增加了 但是 這個結界不是街區犯 是一罪一罰的 那二審用街區犯 所以又有侵判了 本區在這裡要講的就是說 齒某論 在一審還沒判決前 二審還沒判決前 本區都聽到了 這個結界是輕判 結界是一罰金 也絕對會拖到 讓他的一月六號以後 讓他退休金能夠拿大 結果結果就是如此 結果就是如此 是法 民主長 所以我為什麼要求 警察中央要上訴 要統一解釋這個法令 你這個根本不是街區犯 它是一罪一罰 犯罪的速度也增加了 罪名也增加了 但是刑期還是一樣 這個是有問題的 這是為了政治安排 為了馬英九剛剛先的安排 所以 民主長 是 是 我想你也不會在這裡承認說 你有去瞧 有去運作 這案子 你以專業的司法人員來看待 你沒有覺得奇怪嗎 委員提到這個值得信賴的司法 那值得信賴的司法有很多的面向 其中一個就是獨立的審判 那在這個個案裡面 我認為這是一二審法官獨立審判的一個結果 對於這樣的一個施行的一個結果 我們尊重法院的 法官的 這個 事實的認定法律的適用 這樣的一個權限 司法院 司法行政單位 不會隨便去介入的 以民主長身份 當然你們會談這個獨立 司法獨立的問題 但是司法獨立 從另外一個角度 是司法獨裁與暴力 這大家都能夠拿到送口 這個案子我是覺得 我自己感受很深 但在這個地方 司法不獨立 也很難以 但後續的發展值得 這個觀察 我們今天回到主題 有關於立法計畫 當然三位其 我們為了這個司法院主治法 有關於 檢察官 司法委員 是不是應該可以當大好官 我一直持反對態度 從頭到尾 對 我了解 今天情形發生了 我認為你們司法院一直在講 審檢婚禮 可是你看到你們在做的不是審檢婚禮 你們自己一直在講 什麼 台北地方法院 檢察署這個招牌根本不對 檢察官法官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檢察官是準用 所以你們在自己送法進來 要把檢察官翻到大法官裡面 我根本認為你們邏輯都抽亂了 所以我一直反對是這樣 今天發生的事情 當然 未來大法官的事情 再 送進來再講 這裡面還有很多次的討論 我看未來馬總統是怎麼送大法官的人先進來 那今天送了一個林輝坊 大家反難之大 包括所有每一島受信人都可能會站出來 所以剛才我 稍微跟你講 這個不應該把檢察官放進去 然後我們把立法院刪掉 因為立法院怎麼可以當大法官 立法院都有政黨 都有難力的 那回到現在整個修法方面 面向 現在法院指數三行在的代程 要處理 法院指數有關於叫錄音錄影的部分 上位期本來就快要通過快要拉下來協商 對 那當然對於這個立法公會以及施改會 對於這個使用錄音的 這種紀錄的如何使用法 和施法院和法務部有不同意見 我覺得這個他們最近有在談 你們談看看 是不是趕快有結論 因為這個錄音使用方法還是很重要 對啊 不要為了小事情 大家要爭執卡住了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這要開心處理 這有關於法院組織法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有關於法院組織法 有關於要修大法庭的部分 習市大法庭 民事大法庭的部分 讓這個大法庭的部分 會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大法官審理安全法 又回到我們一直要爭執的憲法書院制度 那這個部分可能要繼續協商 大家來好好看待 因為你要升級大法庭的制度以後 將來的憲法書院制度可不可以做 還有將來的互相的關聯性是怎麼樣 法院組織的三行 還有一個就是應該不屬於你們的法案 但是你在代審裡面 法院組織法63條之一 有關於特徵組的部分 這也不是你們的法案才對 你放在你們 松原地法院裡面 你要把特徵組改位 高等法院檢察署 我們在這裡也要很清楚講 特徵組應該廢掉 特徵組這個法院組織法 當初弄的時代背景 就是這些黑暈中心假官來遊說的 禁問二讀的 特徵組應該廢掉 只要中長也不是 憲政成績的 為什麼要同意前行使 特徵組 所謂法院組織 我們認為 這部分的態度是如此 當然接下來要談一個比較重要 法胡 大家應該有溝通吧 趙偉應該當然很清楚 只剩下擴大範圍 和錢人來源的部分 當然請法國部內政部 那邊是不是有些資金來源 這部分我希望你們去協商 當然法國部的服務範圍要擴大 資金來源要充足 當然目前整領的這個也不大 但是最重要的是行訴 當然上位期通過行訴420戰整制度 那很高興司法院對於422反對 我是覺得這個是對的 420通過 那整個行訴的修正 哪一個廳長 是哪一個廳長 蔡廳長 有機會我們好好談 行訴你請坐 行訴整個修正 我們有提出整個站在人權角度立場上 那你們也有提出行訴 包括這個重罪疑案 親罪明案等等 包括新建構的上市制度 好 這些在你們行訴裡面 那行訴裡面 要談到 要有起訴中一本 關乎你的 你現在最重要 你們一直在弄的 國安審制 那這其中一本要不要修 包括所有行訴裡面 有關人權部分要修 這才是我們比較 比較重視的部分 那最後談到法官法 法官法 法官在 在2012前通過 總統前以前通過 法官留下來就是現在兩個問題 法官評鑑 因為新建制度以後 只一個人而已 憑氣沒有法官法還糟糕 受到懲罰 不管現在已經第二屆了 不過法官檢察官的評鑑 這是非常重要 沒有辦法落實 不要讓人家感覺法官 常常是只有法官福利法 尤其 關於法官市民檢總長 他為了推 他 在1月6號前 幫你退休 逃避了 這江南台就是 包括前續部都要推 準備修正 公務人退休法 公務人換法的時候 江南這個退休金要追回 看程度不等 有程度不 全部追回 不等 部分追回 因為他要拿18要拿退休金 這個還得了 所以 現在法官修正的時候 往這邊後面要去思維 因為法官總長這個案子 留下來大家思考的部分 所以他敢在這個 1月6號前退休嘛 那二審法官全部配合 每次做到併務庭 每次都一直演 一直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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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到他幫你退休以後才判決 所以這整個制度上 人為的痕跡太明顯了 所以現在在這裡講 就是說 有 你列的這些修法裡面 當然 有關於法官法你還沒送進來 法官評鑑重新落實 違法的法官檢察官 他的退休金的問題要如何處理 行列行事訴訟法 那我想到最後 大概就是 曾指揮大致大法官審理安全法 有關 憲法素援制度的部分 我希望 這一部分 包括我們在場 游美女委員 也非常有意見 本室也提出立法 修法 那 有關於這個 範圍 是國家工程力 這個 行為的範圍 或是 是 僅 裁判違憲的部分 現在 最重要 大概這個 我們引用德國制度 那 新法素援制度 要不要去處理 處理範圍怎麼樣 那 是不是要有日出調反 這可能對未來大家溝通的重點 好 以上對於立法計畫 我想大概 簡單的這樣 走一次 這些比較重要 希望未來 你就照 這個 大家的共識方向 好好來溝通協調 好不好 好 謝謝